4月12日上午9点 台北和台东40多名台胞组团 来狐狸区行政服务中心 集中办理台胞居住证 这是今年以来 首次台胞组团来狐狸区办理居住证 很多人想来办 还有的人找不到管道 我听说办了居住证以后 你就直接扫码就进入关卡 这是我觉得非要来办居住证的原因 因为也受到祖国的呼唤 因为我们喜欢 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一到厦门的第一天 就是还蛮震撼 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震撼 整个城市非常新 福建省对台优惠是特别的开放 所以他们认为来福建办 来厦门是本市最理想的地方 这个团会越来越多 我们狐狸区刚好的这种 营商环境 遍及的方便的条件 另外加上我们热情周到的服务 吸引了更多很多的台湾同胞 来我们湖里区 这个政务中心来办理这个区区证 大家也是慕名而来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办理了这个三千多张的这个区区证 特别就我们这个政务中心呢 已经达到了这个一千五百多张 应该说呢 在我们台胞中已经产生了很好的这种效益 接下来呢 我们也还有四批字的这个台胞 分别来自于这个台北台中高雄跟新北的 他们也是要集中来办理 战